你講的這些事情都跟 我們就跟韓國就跟泰國一樣 執政黨做不好 經濟不好 執政黨請滾蛋 執政黨在台灣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就是完全是目前的Ryu Alcada 在國會的嘲笑也大了 馬英九的這種現象 他都該負責是不是 你沒消息 我請問一下 就是說國會Ryu Alcada 難道不是事實嗎 總預算杯葛了那麼多 不是果然 這是事實 就最新會期杯葛了197天 泛蘭大發慈悲啊 這一次凍結了1000多億 子傘的137億 怎麼這麼慈悲 從來沒有過 因為看準了嘛 明年可以選得上嘛 軍購也放行了嘛 所以啊 這個在野的時候 我可以多大管理 我就多大管理了 那等到我執政的時候 我很多好辦事啊 那如果很多好辦事 做好我比較厲害啊 那做不好的 民進黨留下爛攤子啊 不然你國民黨 你跟我怎麼解釋 不是這個樣子嗎 國民黨不是一片私心嗎 我從來沒有否認過說 執政你必須要負責任 但是我也必須要講 國家是一體的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忠誠的在野黨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用杯葛預算 用杯葛法案 用總總的一些手段來做武器 這個是忠誠的在野黨所做的嘛 那麼剛剛在講說 韓國跟泰國的例子 對啊 一般人民在想 做不好就換人換黨來做 沒有錯啊 可以這樣來想啊 那我請問一下 韓國 大家也開支票啊 那為什麼李明博動選 很簡單嘛 如果有首爾經驗嘛 請問 李明博在當首爾市長的時候 我們代表有一個關聯 哦 你如果拼這名 你如果拼什麼 拼鎮 你就不會拼經濟 不好意思 你看李明博講什麼 他對北韓多有主體性啊 他反對過去的政策 又一味的姑息嘛 這跟國民黨一樣嗎 再來 再來講 他把首爾證明啊 他親西川有改建成功啊 有很好 整治很好 我們的台北市長 前台北市長馬來九仙 做了什麼 另外一個候選 至少謝長田還有愛河經驗 所以我今天要講 我一再講一個觀念哦 我們最重要是 我們在選擇未來啦 那我覺得未來是什麼 光現在開支票 大家都要開啦 乾脆來個999888888好了 要過去的政策來做散步路嘛 做樣本嘛 那台北紀錄高雄紀錄 大家摸良心比比看嘛 台北有最雄厚的資源 馬來九仙先生平均 每年發台北市 負再兩百億 我只問台北市民 你留下了什麼印象 我剛剛質疑陳鋒欣小姐一點都不錯 陳鋒欣小姐還在那邊唸一堆數字 這跟執政 這你說比韓國比泰國 台灣啦 台灣不一樣 台灣執政者 沒有犯這些錯誤 哪有什麼問題 他的問題 沒有 大家都有機會 是 民進行趕快下台 然後到立法院去 背個國民黨預算 最好總預算都把它凍結 然後來看會怎麼 我跟你們說